1876年 夏天 我从厦门来到台湾 怀着探险旅行的心情 打算从台南府往北走到淡水 临行之前 多亏有Campbell牧师的热情协助 我才能够顺利的顾情到两顶轿子 外加两位诚实可靠的上岛兼调夫 柯勒这个人 他虽然是一个厦门 住在厦门的商人 但他对台湾并不是单纯的来走这一趟路而已 他除了走这个西亚安宜之外 事前他已经走过一条路 是从高雄走到三立乡 内门三立乡已经草盘过 而且也曾经从淡水走到日月潭 后来又走了一趟 从淡水到日月潭 前见说他对台湾 他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兴趣 跟其余了解的一种热忱 六月十五日上午 我们从台南府启程 Kamberl 牧师亲自送我们出城 他不断用迷南语招待向导 要他们好好地照顾我 并且祝福我们一路平安 这趟旅行我计划从台南往北走 首先经过嘉义 吉吉 然后走内山到伦龙潭 接着再从普舍 潮雪墩 走到茅里 然后沿着海岸线北上 到达大道城 那么柯乐为什么要选择一条 在北上这条路线呢 因为他走这条路线 有带有所谓情报的 试探的 去寻找矿产的一个理由 第二个呢 因为这条路线是 当时有一个台南府城 一个很有名的传教士 那个甘威林 或者更早以前有几个传教士 他们所走的路线 走这条路线主要是因为 当时日月潭 普里这个地方是 平补主人住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 英国基督教长老教会 宣教的一个重地 那平补主人都信这个教 那他走这条路呢 对于柯乐来讲 是比较会受到照顾 比较受到照顾 也不会受到干扰的路线 那同时他也可以走这条比较靠山的路线 去找到 也许找到新的矿产 今天天气晴朗 我们朝着东北方向走 下午越过宽广的曾文西 在傍晚的时候 到达一个叫做华纳山的村子 华纳山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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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华纳山都是 八部族的生日 那俗的八部饭 这个华纳山是早期的名称 有个民政八年 这个一旧时代 在疫情的時候,來建設花那城本頂 大漸漸改為花那城改為雍電 開花那城改為雍電 開花的季節 開花那城改為雍電 開花的季節 開花的季節 走在華納山的鄉村小路上 偶爾會碰見當地農人 用來載運甘蔗和木材的兩輪牛車 這種原始的車子 它的兩個木頭輪子中間 是用粗糙的走程來帶動 當拉車的大水牛拖動車子的時候 走程和輪子就會發出 咔咔咔的喬雜聲 如果在小窄的鄉間小路上 老遠就可以聽得到 就好像在通知其他的人 或者叫者提早讓路 我想這可能是這種交通工具唯一的好處 華納山的禮拜堂雖然是一棟迷你小建築 但是乾爽的茅草屋頂 搭配粉刷洁白的牆壁 讓人覺得非常舒適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落腳的地方 在我們到達的時候 一位當地千和有禮的年輕牧師 正在主持黃昏的禮拜 許多信徒在忙碗田裡的工作之後 陸續前來聚會 我們華納山的教會 起生是在我們兩位外國人 在台南的地方 來挑挑來到華納山的地方 來開設報道書 就是媽媽國醫生和鑑林博師 他們兩位真實心 在台南用走到這裡有相當一段時間 總是他沒有任何路口 來找到利用當地華納山的地方 他們要來開設報道書 是這個起生是理財 兄弟的房子 他在組織 那是一棟的土葛廚 用頭蓋的這個土葛廚 感覺在那裡組織 那夠是不錯 這個時候 大家覺得這樣很嚴重 做主委在哪裡 有好的營店 所以就跟柏木公開一間更漂亮的教會 他們也有相當的 所以現今這個教會 在這裡生做第三季 那是因為有相當的一段 我們教會在這裡進步 感謝你 祝福 其實從合唱讚美詩開始 《聖經中的章節》 經過羅馬拼音印刷層次 然後用你那女唱出狀年的禮戰 獨特的韻律讓我有一種奇妙的感動 接下來所有人大聲地朗誦一段經文 並且有牧師家以解說 最後一次就在前程的禮拜中結束 雖然這是一種最平常的禮拜程序 但是在異國的林地上 能夠看到人們如此純真 熱情的聚會 讓我覺得分外的喜悅 禮拜一事結束之後 我在附近散步 看到禮拜堂旁邊有兩位婦女 在轉動石墨 那是一種拔骨類磨成粉的工具 用圓形的厚石板做成 另外我也在不遠的農室外 看到一個蒸餾器旁的火爐 正燃著熊熊的烈火 村民們用它來蒸煮發酵的泥酒 雖然這種造酒的方式不太合乎衛生 但是村民們卻不這麼覺得 而且顯得快樂與滿足 而且顯得快樂與滿足 繼續前進 上午走過大鋪林 下午抵達斗六 在台灣省的地名裡面 斗六的地名是相當獨特的 那麼關於斗六的地名的由來啊 大概可以分為三種說話 第一種說法是比較文學性的 就是說斗六過去的文人很多 因此他們就說 太三北斗 六和吉祥 那麼就取兩個字 斗六而命名 第二種說法是比較歷史性的 就是說當初斗六這個地方 有原住民住在這裡 原住民的這個族名叫做紅牙族 那麼斗六附近有許多的路 原住民逮了路以後啊 他們就以原住民的語言翻呼 斗六門 斗六門 那麼由此要來斗六門的遊覽 第三種說法 就是當初在清末時代 斗六跟嘉義 當初叫做侏羅 要來爭取獻治所在地 因此 僵持不下 就斗六的一斗圖 嘉義的第一斗圖 來蹭出來看 結果嘉義的一斗圖 等於斗六的一斗圖 又六勝 就一斗又六勝 因此命名為斗六 下午住進一家 骯髒狹小的漢人旅館 大通鋪上一群人 東到西外的躺著抽鴉片 床鋪底下則是一群豬 在四處遊蕩 屋子裡除了令人窒息的空氣 以及破舊剝落的牆壁之外 什麼設備也沒有 我想唯一值得高興的是 這裡沒有令人討厭的臭蟲 六月十八日早上七點半 我們起程離開那間可怕的旅館 兩個小時以後 經過一個叫做九重林的小村子 在這裡我們看到幾間 製造這堂的工廠 在一間堂場附近 我看到一個有三片破屍板 搭蓋成的祭壇 底下有一個埋在亂巢中的 食人骨頭 我猜想以前這可能是附近漢人的 一種宗教迷信 不過看來已經荒廢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柯樂的文章裡面讀到那個 他寫到說他在那個荒草堆中 看到幾塊石堆的時候 他說是漢人的崇拜物 其實我研判了 那可能是當時一種比較特有的產物 就是有運宮廟 有運宮廟到今天當然還有在存在 有運宮廟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其實是當時台灣的羅漢角 這些劉漢漢 他來台灣做生意買賣或探險的時候 在這些比較非城鎮的一些鄉間的小路 被原住民粗草說殺害的 或土匪殺害的這些不幸人的一些屍骨 橫塵在路邊 可是因為他沒有家人 那一些當地附近的漢人 看到這裡就可憐 就把他買起來 然後就弄個小廟給他 就是當做拜拜 那希望他來保護 後來將來的後來的人 走過這裡之後能夠保護他們 所以有運其實就是有求必應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在到九雄林到竹山之間 也會看到類似有運宮這樣的廟宇存在著 下午我們來到人口稠密的林奇埔 我把轎子打發回去 只留下那兩位條夫 跟我一起搭乘平底船 度過濁水溪 然後徒步走到吉吉過夜 六月十九日八點 我們離開吉吉 開始沿著著水溪 北岸前進 這個區域的地址都是由沙石和白岩所構成 河床上到處都布滿被激流沖刷下來的鵝卵石 吸水混合著黑沙和懸浮物 滾滾流過山谷和平原 下午我們來到山腳下 碰到一個高大的平埔族獵人 他從樹林裡走出來 背上扛著一隻綁在木架上 用網子和弓箭平衡的野豬 我覺得土豬對待動物比漢人有人性 因為漢人習慣把豬的前後腳合綁 刀掛在竹竿上 這種方式一定會讓豬非常地痛苦 不久我們又看到一對 帶著合身槍和刀子的武裝平埔族人 他們屬於半開花的土豬 會說迷難語 對於我身上所佩戴的幾種新式武器 感到很好奇 尤其對連發手槍和一把加州獵刀 特別感興趣 在經過短暫的教堂以後 這些貧苦族獵人 主動提議 伴隨我們穿越森林 我們開始走上山路 進入一座濃密的森林 湖中又碰到一群大約十人左右的水販勇士 他們的衣着簡單而原始 我手上拿著羊桑跟他們打招呼 帶隊的年輕人也向我握手回禮 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 我們之間的交談受到許多限制 不過我終於明白 他們的主人住在前面一個美麗的湖泊四周 而現在這群人正在執行旋邏的任務 柯樂他們碰到了 說他們提到 他有碰到一群水販 水販是一個很特殊的名詞 當時水販的漢人也叫做化販 化販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已經是規劃成漢人的一些原住民 那水販呢 真正的名字現在來講 我們又稱之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又犯稱為少族 就是住在日月潭附近的一些少數的原住民 可是我們今天看台灣的九大組 原住民的九大組 不包括貧組的 你會發現也沒有少族這個名詞 其實少族這個名詞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定義 他也沒有在學術學也爭議了很久 到底他屬於九大組的哪一組呢 一直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路 有人認為他是屬於阿里山州族的一支分支 住在日月潭 但也有人說他是布隆族的一個族群 住在日月潭這個水邊 靠水為生活 然後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化 這是我們對現在目前對水煥的定義 經過幾個鐘頭的山路 我們走出森林 看到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平原 有一個叫做投射的村子坐落在那裡 村子裡的房舍都是用木材和茅草簡單 大概二層 有很多活潑的小孩跑來跑去 村民們非常溫和純樸 當我走進村子裡之後 水煥們圍過來 一直熱情地對我說 博收你來呀 我知道他們給予我跟 Campbell Moose同樣的尊重 因為1873年底 Campbell Moose曾經到過這裡 巡洋福音 據我所知 他也是第一位訪問這裡的外國人 科樂來到投射附近以後 發現說他自己受到很好的履遇 主要是因為 甘威林牧師的關係 其實他在旅行台灣這項西亞岸的時候 他也知道這樣的一個必需性 就是說 他到台南武城先要拜好甘威林牧師 因為甘威林牧師比較熟悉 投射或日月潭這個中部地區 這些內山地區的一些 部族之間的一些互動關係 那麼甘威林呢 他也是最早到這個地方 做宣教工作的外國人 在歷史文獻裡面 我們至少知道他至少來過兩次 第一次的宣教 或者後來他跟很多外國旅行 來到投射或日月潭或是到埔里後 又進去往這個地方 甚至到物社區 跟那個泰亞族做一些 等於是說簽訂一些和平的條件 那麼甘威林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作為他的一個宣教的地方 主要是這個這個族群 評估這個族群 或者是漢化已經很深的 這個少祖族群 其實都是受到漢人破壞 非常嚴重的一個族群 那甘威林的到來 等於是一個精神支柱 所以他當然自然而然的也就接受了 基督教掌打教會給他的宣教的這些福音 離開投射 我們又進入森林 走了大概有一里的山路 然後就看到一座 海拔兩千三百六十尺的大湖 展現在眼前 這就是隨方所說的那座美麗的湖泊 漢人則叫他輪龍塔 一些快樂的氣味 還有其他一個人 還有其他人 帶來的大湖 就是我的大湖 如果你們在意粉 或是你的洞湖 和拜託 於是我的小湖 就說了 影片 也 就對了 甚麼 這個人 在這裡 非常有趣的 我走進湖邊放眼望去 不禁被這幅又美的景色所吸引 繁茂的樹林環繞著清澈的湖水 東邊蒼翠的山形 倒映在平靜的湖面 更顯得湖光山色令人陶醉 我們原住民就是 都躲一角一角 像我是和一角蚵子而已 像小米 台仔一樣 像小米這樣而已 像我這樣而已 那哭啥呢 我們哭了魚而已 哭了魚做菜 我們以前的老婆都躲一角 現在就蒸蚊子 如果蒸完之後就躲一角 還要飼養魚而已 我們以前的生活是這樣 我們以前是有在鹿鹿 還有在酒園 還有在馬蘭 還有在瓦拉米 這樣嗎 都算算就對了 我們以前是在江湖島 在水底 所以日本人就在江湖岳邊 就像一角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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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 在豆漿 這就是 這個 每個 都 Gaussian 在ionar 非常 是 speed 用 今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大乘小船 前往湖中央的一座小岛过夜 现在的观光客 我们来到了日月潭 看到这个湖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岛 那个岛看起来好像也只能停个二三十个人 在那边就是看银看然后就要下来 很难想象说在百年前 客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岛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岛 小小的岛只能占十几个人 其实是有原因的 它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 日本人那时候是日本投资时代 他因为要建水利化电厂 所以在日月潭这个湖的一个下游的地方 有建一个水坝把水拦住 所以水位大幅的提升了大概 听说有十几公尺 少说有十几公尺 把整个湖岸整个淹没掉 包括说日月潭这个岛把它淹没成 看起来像像今天光化岛那么小 那么以前在客乐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水位并没有像今天那么高 水是非常浅的 所以我们在读更早的 汉人的一些历史限制里面 就可以读到一些 他们读到汉人来这边的游记 就提到说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光化岛上面的 其实有十几户啊 就是当时的我们叫水帆的 住在那里也住了十几户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 如果那个地方住了十几户的水帆的话 就是土著不论的话 那样的岛应该有 应该至少要比今天大四五倍 才有可能比这十几户人住在那里 甚至有更重的田地 来来来 没有结婚的小姐 岛上有一间雅致的汉人农舍 看样子这家人的生活 好像过得还不错 所以他们想要买我身边拥有的 几样东西 像是怀表、手枪等等这些东西 不过他们对这些东西的价钱 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只出了八块钱的价码 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人 非常喜欢我手上戴的图张戒指 她出一块钱想买下来 但是我告诉他们 这些东西都是不卖的 这位年轻的女人 听了以后看起来非常失望 六月二十号早上八点 向水帆们告别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 不久再次走进一座美丽原始的森林 在这里碰到一群乌方 听说他们住在普社东边山里的一个大部落里 是一只强悍野蛮的族群 所以刚开始我有一点害怕 但是我发现这群乌方的首领 并没有玉其中的凶恶 她长得十分潇洒 而且还很害羞 我试着说服她 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攀登玉山的话 能够请她当向导 但是她没有答应 在日月坛一看日月坛以后 柯勒提到他们碰到了一群乌方 那什么叫乌方呢 我个人的研判 可能是一群就是从 是泰亚族的乌色群 那更仔细地去分析它 就应该是西塞德克族的乌色群 那这个族群呢 在当时呢 经常跟普里或日月坛的人 常常有一些接触 包括说 甘威林牧师在更早的之前 他曾经跟一些外国的探险家 也上道过物色跟他们 有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一些接触经验 所以柯勒会觉得他们很凶悍 可能跟甘威林牧师的经验有一些关系 可是他见面的时候觉得说 他们并没有他想象的凶恶 这也跟我们现在反而比较接近 我们现在890年代跟这些泰亚族群的 接触的一些经验 反而比较接近 但是这个物色这个族群呢 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族群 在我们历史里面 我们知道在汉人的限制里面 在更早以前 在可能在200年前的时候 我们读到说 当时普里的一些汉人 住在那里的时候 曾经跟物色的族群 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冲突 甚至把这些人杀害很多人 当众把物色族群的人的头 拿在或是杀了他们 又把他们的一些尸体 拿在街上公开的展示 后来到了日剧时代 甚至有所谓 我们非常著名的物色事件 把物色这个族群 杀害了非常多的人 这都是当时非常悲惨的事件之一 也就是说这个族群呢 在跟外来的文化接触的时候呢 一直遭受到非常大的迫害 可能是泰亚族群里面 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的一支 带着愉快的心情 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森林 看到靠山坡的地方 有四五间房子 其中还有一间做淘气的工厂 工厂里有一条 靠着斜坡大起来的长坑道 大约四尺高 用砖头搭盖 两边都有坑口 我知道这是用来烧制淘翁的地方 火从地下的坑口被点燃 整个坑道顺着斜坡搭建 主要就是能让热气流通 这种坑道所销制的大部分都是大型的红土旺 汉人拿来装水和酒 这个窑因为它的形状像蛇才称呼它为蛇窑 那这个窑在道路上都称之为龙窑比较多 那这个地方的窑呢 它都是顺着山坡地形在盖 然后它的长度大概有105台尺 那整个烧的燃料是以木材为主 那必须要选择有木材的地方 才适合这个窑的一个发展 那它这个窑呢 它是有15度的一个坡度 那它的烟囱是在最高的地方 燃烧是在最低的地方 那这样呢 烧一窑的话 整整要烧大概四天的时间 那可以烧的钢相当多 那整个产品都是以水缸 以农业社会时代的生活的器皿为主 离开智陶工厂 不久之后 我们就抵达普社 这是一个灌溉良好的美丽平原 住的大部分都是说 迷南语的平仆人 显然宣教的工作在这里 获得很大的成功 因为当我们到达 第一个叫做 乌牛兰的村子 受到当地基督徒的圣大欢迎 那时候他们正好结束 上午的礼拜仪式 从礼拜堂用出来 热情地跟我握手 并且用佛摩着基督徒 特有寒训方式说 平安 平安 过去我们这里都是做新人 所以乌牛兰的东西是厚乌兰 九月因为这个民宿更容易听 九月就改过来 这差不多是一本世代史 过来改 大家改成厚乌兰 厚乌兰 厚乌兰之后大家改成艾兰 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是不变的 过去这些秤博祖 在这一百一十几年前 他们也喜欢像我们一般台湾民间 这样在拜拜 到时候他们现在到立后 他们做他们所拜 五上酒来送给这附近的人去拜 那时候 整个这组的人 差不多都很健康 当时可以说整个爱人 整个政策都是信仰素的 这个地方可以说 如果到晚 每一个家庭都在乌丝 在唱歌 如果要礼拜就能讲证 这个地方 暗时都不用拐问 都没有人在做不对 都没有人在犯罪 都没有 这地方是一个真好 我们不是一个天洞 一个浪费的地方 从菩萨出发之后 我们就立刻马不停蹄地赶路 六月二十二号下午 我们抵达草歇敦 这是一座街道完整的汉人聚落 过去 因为 以前有人常常说六港 担保鞋 就是六港担盐都担到保利 那时候像台中那种方便 有这些贵贵的草业 草业丹 来到这草业都拆开去 大家来到这些草业 跟草业拆开去 草丹后一会 那时候就是 借到这些草业 让到山里了 那几吨 大家才说 我超会吨 超会吨 那些油来是这样的 彪夫带我到一间 汉人旅馆投树 但是 里面又有一群抽鸭片的人 几只猪在屋子里 跑来跑去 实在是肮脏的 让人受不了 于是我只好在街上闲逛 希望能找到比较舒服的地方过夜 后来我碰到一位老人家 他邀请我到他的家里住宿 原来他家是开中药铺的 药铺的楼上有一个阁楼 我被安排睡在阁楼里 结果 当我进到阁楼 发现里面也是一群吸鸭片的人 他们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抽 不过我玩具了他们 宁愿还是抽我自己的水加烟 就在这种烟雾弥漫的空气下 我终于进入了梦乡 离开草鞋墩之后 我们经过两天的辛苦跋涉 走过大社村 先后又越过大安西和大甲西 在二十四号中午抵达 一个平仆人的村落内舍 这个村子坐落在狭窄平原的中央 东边有一座高大的山崖 红似的沙石崖壁 特别引人注目 山顶上长着茂密的松树 有一边的山壁似乎被大雨冲刷掉 留下光秃秃的岩石和凹洞 遮蔽腾 酱油 一边的松草 一边的松蛾 一边的松粉 你现在我来的长博 一边的是 一面的人 一边的松蛾 一边的人 同样的山河 村子里有一间干净的小教堂 几乎所有的人都信教 不过在和这里的人教堂之后 我发现村民们正打算搬到普社 因为这里的工作空间太小了 而且常常受到山区土著的骚扰 若若那时差不多是一百年前 他说一百七六来到来厕这个地方 若若看到来厕是差不多是我们现在所乘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部落 四十位都有那个厕所 刺激的意思是人没多两个 所以住在里面的人比较安全 因为那个山边有很多我们住民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太阳族 以前的祖先来到这个山边 他们的路上会有小台 上面这些书 所以说起来他们是站到这个地方 夹着一个自己保护的小村落 若若若说起来应该是照理说 让他们的小岛带来这个地方 在这里选择 就好像这个地方 Fir 경堂盖 它是智能机 弊社等线 制造卖 Benedict اض 王 主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那两位陪伴我的调夫 因为他们的家就住在内社 比较年长的那位叫做达阿威 个性悲观 但是耐力十足 另一位叫做达阿婆 是一位快乐勤劳的年轻人 而且他也是内社教堂的指示人员 对于他们我感到很抱歉 因为赶路的关系 无法让他们跟家人多一点时间商聚 六月二十五号 我们离开内社往北前进 下午穿过一个叫做猫里的世界 我买了一张挂在店铺里的云豹皮 这是一座客家人聚集的城市 我猜他们应该是来自于广东省 这里的客家女人不长小脚 看起来非常精明 而且充满活力 离开猫里 我们在邦王抵达新港社 住进干净而且舒适的新港礼拜堂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福莫斯南北有两个新教徒团体 南部是由玛雅各医生在一八六五年夏天 开始宣教的英国长老教会 北部则是一八七二年马杰医生开始宣教的加拿大长老教会 新港社就是加拿大长老教会最难变的一个据点 新港的牧师很年轻 而且千功有礼 晚餐的时候 他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些好吃的鲜鱼料理 看到这些鱼我猜这里一定离海边不远了 六月二十六号天气变得非常恶劣 我们离开新港沿着海岸线往北前进 下午我们抵达竹签 我们开始顺着蜻蜓的关到北上 六月二十八号中午 我远远的就看到一些外国人居住的房子 等到靠近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抵达淡水河边 而对岸有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大稻城 在旅程结束以前 我希望和受人尊敬的麻洁医生见一面 听说他刚好来到大稻城寻觉 于是我带着Campbell路师写的揭晓信去拜会他 他很高兴见到我 并且和我一起吃早餐 在简短的教堂中 我深深追得获益良多 而且也庆幸这次的旅程 有一个那么圆满的距离 我个人解读柯克勒的这趟旅程呢 有三个总结 第一个总结是 他是十七世纪末 郁永和汉人 他也叫郁永和来台湾采流 之后 第二篇 写台湾西亚岸的自然景观 跟人文风暴 写的最精彩的一篇 那么第二个 比较有意义的地方是 他走的路线跟郁永和有一点不一样 郁永和主要描述的是西亚岸海边的一些 汉人的生活情况 可是柯勒的旅行里面呢 他有很重要的一段路程呢 是经过伯理日月坛到风云神刚的路线 那这一个路线里面 他描述的主要是 皮普主的生活情况 还有宣教式的一些情形 那么第三个重点呢 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教长老教会 有两个势力 一个是北部的马杰医师 他宣教的领域范围 南部呢是干威林牧师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宣教范围 那么柯勒旅行刚好 经过的是这个 两个教会宣教的一些重症 他把这些重症的一些 宣教的情况 跟当时的皮普主的一些生活情形 都有做了一些 简要而重心的描述 所以等于说这趟旅行 把一百年前 金教长老教会的一些宣教的情况 也等于是做了一个 惊讶的一个描述 在拜会过马杰医生之后 我来到大道城的码头 搭乘前往厦门的气床 告别了美丽的Formosa 也衷心感谢那些 在这一次南北之旅的途中 给予我许多帮助的人 好快 ин技术 你跟他们alt得适合 那些宣教的相对 就要帮助人 这种是这种 是这种人 点放一点 这样 我给你帮助人 你帮助人 我给你帮助人 我帮助人 大量 Zither Harp Zither Harp